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西方的汉学家 然后当中有一个发言 他就重点讲到说 在香港枪枪三人行的作用非常重要 而且因为刚好前一天 是你们播了是那个马老师去 不是你马老师 另外一位马老师 马维都去韩国吗 对 不是在讲韩国的印象 因为刚好呢 因为我就说到 我说他们在讨论就是媒体学界 对于中日韩这个共同记忆 怎么去塑造 我就说还有一样是旅游啊 然后那个人就说 对 乔乔三人行刚播了一次 对于韩国的旅游介绍 没错 就你看我们进入学界不得了 不但进入学界 我们还进入这个收藏界 你知道吗 就是那天一个收藏家的高层论坛 回来就跟我说 说有个收藏家上去讲 说昨天那个都能他刚说了 买了个清通器 然后呢 有人就要付不起钱 然后又给人家求人家退回去 他说我的 这说明我们的这种 我们怎么介绍进入 我听有个朋友说 他去唱卡拉OK 卡拉OK界也在谈 唱唱三人行 那不出奇了 这个早年间 卡拉OK界是我们的主要受众 当然了 主要受众是 没有他很夸张 他说大家唱K 唱得很快乐 蓝蓝蓝蓝蓝 一到放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就说关掉 转台 凤凰台 看三人行 这是我们的这个岁月的一因了 想当年 像哪年 想当年 这个当然天上人间 现在也倒闭了 也查封了 不准搞这个了 想当年 这个中国的夜总会 是有那个陪酒的小姐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 恰逢盛世 就枪奖三人行 那个时候 初期开播 那个时候呢 我也是犯了很多错误 当然我今天完全纠正了 就那个时候 讲一些成人笑话什么的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呢 他们这个 这些小姐们呢 正好 那时候 下班的时候 12点首播 他们呢 那个时候刚刚起床 正好听着男女情色 大家打扮 所以说 那个时候 他们说 我在这个圈里 就非常火 那以至于就说 说我如果坐飞机失事了呢 说深圳一半夜总会 得下班旗帜 我觉得多高的荣誉啊 最继续他的老段 你是那个 是不是金刘伯信明的 我是完全没有听过 所以你现在全部纠正了历史错误之后 他们就不可以 现在咱们反三俗了 那都英国了 什么汉学家 他都知道我们 我们层次 层层的 我还没说完 你要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呢 我就一点点 不是 我就一点点时间 我就去看了一下 在那个95号房间 不是中国瓷器吗 那有那个鸡钢 就是像 我都没好好看 斗采 斗采鸡钢杯 鸡钢杯 一群中国游客 有一个像一个导游的人 在那讲 就讲到 你们也讲过这个话题 哎哟 哎呀 赶紧溜了 对啊 无处不在 待会谈谈到认识部 咱们谈谈 零年就该发点花红了 我觉得对不对 问题不晓得是谈好还是不好 那可能后面也讲 所以这个节目乱讲了 你看真的要细事实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呢 这个名声在外 但是任何事情啊 都是这个二律被反的 同时也是臭名远扬 所以这个 而且呢 就说 所以你看出世界在变化 对吧 这个义军呢 这次去主要不是为了考察 强强的影响 他还是去观察英国的变化 最近呢 就是我就说跟你发型也像 穿的也像 都叫什么梅姨了 现在 梅姨 对 我就是中国人特别爱叫人什么书 什么姨 就是这个相不相亲的是吧 对 当年我就早期共产党提倡的那一套 人与人之间的称呼 我现在发现呢 全复辟了 过去我们说 什么先生老爷 什么的 什么大哥兄弟 这些江湖上这一套 都是我们反对的 同志嘛 对吗 你看现在 哎呦 见面就是哥呀 大爷呀 就是全是 老师嘛 主要同志这个意义 我刚开始蛮不喜欢老师的 这个字 不知道谁都叫老师 后来觉得还是蛮好用 方便 比方说特别对着 你年龄不大不小的 比方说称呼女士 又怕冒犯 你觉得管你说老 叫你小姐嘛 又怪怪的 所以一律 碰到谁 老师 周老师 逗老师 所以现在我也改口 叫你周阿姨 哎呦 我的天 周一 你英国回来 马老爷 叫马爷 马爷比较好听 这个你说这个老师 这个我不禁忍缅怀一个 已经去世了的台湾的那个文化人 叫高信江 你应该知道吧 他是我老师 我是他末代弟子 我是他最后一个弟子 你说高老师 高功 高功 高功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脑子里还缅怀他这个印象 他这个人说话很幽默 然后呢 在北京碰见我 就讲 他说这个我太太啊 是信这个基督教 他说我也跟着呢 看圣经 然后他就说 我也要学一学嘛 他说后来呢 我看到一段 然后他说 我回到大陆之后啊 他说我觉得非常吃惊 他说因为他说 我曾经记得 我看到过一段 就是说世界末日的时候 有一个征兆 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人 彼此之间称呼老师 所以他说我回到大陆 我就吓坏 但是后来我翻遍圣经 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话 我反倒是看到 就是说这个 愣言经 佛经里面有个愣言经 愣言经里面有一个预言 就是说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 就是叫邪师说法 如恒和啥 就是说全是邪恶的老师 你这么一说 我都想到 就是印度的那个西克教里面 他们的这个神叫做那个孤入嘛 就是那个老师导师 呼噜 他就是导师老师的意思 其实他也是那个一神教 他们也只能有一个老师 他那个经文呢 其实你把他 把这个老师替换成 这个基督也是都讲得通的 跟这个基督教特别特别和 其实他们也就是好像意思说 你要 我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意思说 你如果多个老师也会出现这样 就不应该这个现象 应该是只有一个 对啊 这高宫 你一说让我先入怀旧的气氛 故事可多了 你说他太太姓教了 他太太非常虔诚 我那时候在北京 那时候高宫就在北京 我去找他 他非常好客 你知道 你好像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 他在台湾长大 然后一定 大家朋友 来看这个爵士巴 很漂亮 装潢 很有格调 坐了一个钟头 又去另外一家店 左看右看 然后不管带我们去哪里看 喝酒喝到多累 嘉辉十点钟 我要回家 跟我回去 我说干嘛 我要打长途电话 回台北 跟我太太读经 陪我太太读经 每天晚上约到十点半 然后拿着长途电话 要花钱的年代 半小时 跟他读经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在旁边抽个烟 就看看他 然后读完了 我就忍不住了 嘴巴不好 我就说高宫 这是你不相信的 你不觉得很苦 很苦老吗 那高宫就说 没办法 嘉辉 你爱这个人 你这要学习 爱他爱的东西 哎呦 这话说得好 很感动 他这话 是不是蒋介石说的 蒋介石跟宋美龄 是不是也是这么回事 蒋介石一定不同意 蒋介石一定是说 我也相信 我也心思 可是当然后来高宫 不幸生病 在台湾 生病了去世 他太对他非常照顾 然后去世前几天 我跟张大春 我们两个都是他的徒弟 张大春 台湾作家 是我大师兄 我们去医院看高宫 他那时候化疗 头发全部掉光了 他年轻非常英俊的 然后我们一进病房 就看到高宫 一看到我们 做第一个动作 叫摸头 他忘记这些头发掉光了 摸头 然后马上整理仪容 他是那种人 一定要整理哪个仪容 仪表的仪容 仪表的仪容 对 仪表的仪容 他非常注重自己 一定要 那是礼貌 他说那是礼貌 这样子 然后最后 林中以前 他也受死 性教 那种大家 对于人的爱跟包容 我作为他学生 这是很惭愧 没有学到半分 所以说给你听 希望你学到 所以呢 你看这个为人 对吧 你这个为人好 你过去了之后 过很久 人们就经常的会会会面怀你 会会提起你 对吧 这个真是 当然 比起这个这个过去的人 咱们还是要迎接未来 就是说 现在世界的大事 这还是一群要跟我们讲讲 与其讲高宫 不如讲梅仪 对吧 梅仪是不是给英国带来新风 你觉得 它是这样的 对 它其实呢 特别是在脱完欧以后的一段时间 大家觉得是一个震荡期 前途不明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知道它具体怎么脱的这个细节 梅仪出来呢 你看它就是还是挺笃定的 对吧 它就给大家一种信心 脱就脱了吧 它今天它不是那个发表讲话吗 昨天是今天 它那个讲话就等于说 好吧 我们单方面先把这个价码开出来了 我们不是要跟那个欧盟谈吗 我就清楚的把这个价码就开出来了 我这个单一单一市场 我还要 我不要有关税 我还要进入你们的这个市场 对吧 但是呢 我边界我自己要控制了 我这个移民政策 这个各个方面 我不受你们管了等等 梅仪它从这个 我怎么叫它梅仪 就梅仪了 周仪开始 他的各方面 打扮也好 这个形象 各方面 在英国还是现在 特别能被接受 在几个女 你看全世界几个女领导人中间吧 都纷纷不行了以后 西拉里也腿了 纷纷不行以后 对 他还挺 他还挺受欢迎的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份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put the final deal that is agreed between the EU a stronger Britain that means taking control of our own affairs as those who voted in their millions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demanded we must in their minds also 我看就说 这个英国工党有个人评价 这个梅宜 他这个态度叫 鱼跟熊掌兼得 英国一直就这样啊 从撒起尔夫人 甚至从丘吉尔就开始了 他们一直是希望在欧盟 说说在这个欧洲的框架下面 要拿好处 而少受这个束缚嘛 那个丘吉尔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我们是with Europe but not of Europe 就是说我们是跟欧洲在一起 但不是欧洲的这个属性的 这句话后来被就脱欧的时候 被很多脱欧派就拿出来引用嘛 但其实呢 丘吉尔自己是推动欧盟的 这个一体化 一个英国非常关键的人物 因为他从二战的经历过来 他深知一定要把欧洲统一起来 对整个大家吃都有利 那么但但他这个话 被人寻张摘据给摘出来了嘛 这样子 那也用来说明英国长期以来 撒起尔夫人那时候 跟他们谈谈派的时候 不是让他们谈了好就好几个钟头嘛 就是谈不下来 就是我们英国就是不要 我们不能用你们的货币啊 然后他甚至于谈了几个钟头以后 就就要扬长而去了 说我要上车了 我不跟你们谈了 就一女的就去要挟大家这样嘛 后来没办法了 给他面子大家 但他就觉得我为了我的国家 我不要脸就不要脸 这个怎么了 就是英国人 我觉得他们把利益 经常说的就是赤裸裸的 没有任何不好意思 这种当然是利益放在前面嘛 英文叫所谓national interest 国家利益 任何谈判都是这样 英国梅一 现在提了这五个字总结嘛 要钱不要人嘛 我还是继续 跟你做生意不要关税 可是我不要人 什么意思啊 我不要受你们那样 人口自由楼通的限制 你不要 看什么人有钱人他要 不要我收特别难民移民 这样子 他要钱不要人嘛 那刚周阿姨说的 所以因为那个周怡说 那个不要脸 我倒是觉得可以这样形容 他有他的江湖地位来提出 有分量才提出这样高价码条件 说到底他还是大英帝国 当年的英联邦 还是他有他的地位嘛 对于欧洲来说 别忘记他以前统治过 对不对 他所以呢 他就再加上他的谈判策略 所以他就这样谈 我的价码先开高了出来 然后你看到 背后这种江湖地位 是现实的说法 抽象的说法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英国的领袖 他有他的荣誉感 他荣誉感 我要对我国家的利益负责 我有这种荣誉感 我要在这个基础上面 来展开谈判 所以他们一直从 Churchill 丘吉尔 一直下来 你看每一个领袖 都是有那种气度 英国最实际的地方在于 他就是 美意不好 不能在桌面上 一直说的话 他底下其实有说过 就是说 英国在整个欧洲 在整个西方 包括美国 英国的情报是很厉害的 对 严情没有处 对 他特别厉害 就说好 你们要不跟我谈吧 我情报以后 不跟你们分享 怎么办 这其实他非常强 那个价码 但他不能 把这个名字来说 这次我在英国看到 在伦敦 就是其实你在街头 什么不太感受得到 脱欧以后 说有多大的变化 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 但是看到了很多 就是为什么要 就是脱欧之前的东西 比如说 泰晤士河边 那些好多新建的房子 就是新的 公寓特别特别多 就是来买房的 就是海外那些 就有钱的人来 就是来买房 特别特别多 然后你再看他 我 因为我正好跟一个朋友 约在 在这个机场 核实中心中间 我们约在 那个哈勒德那边 就那个商场那边 去吃饭 就一看 哇 那里边 阿拉伯人是一块包区 而且他那个牌子 都用阿拉伯语写的 因为他们有的 都蒙头什么 都看了就很清楚 那一看是那个 卡塔尔那种 那个海湾的 中国人一块 你走过去 全是中国人 然后再是 可能有 还有一些 我估计是 是那个俄罗斯人 也比较多 就他这个地方 就是说 现在吸引的是有钱人 而且就 就是英国就说了 如果欧盟 他不答应我们 这种这个零关税 那我们市场就开放 就就全世界 我就低税 然后你们来做生意 就有钱人 你们都来 我就这么干了 英国人其实特别 咱们就叫什么呢 就是当人不让 则善固执 但是我发现 他们是对自己的利益 这方面呢 当人不让 他的利益 就是他的原则 对 而且他给你摆在桌面上 没错 就是很有荣誉的 在讲我的利益 后面 后面那部分才重要啊 因为你讲利益的话 我们倒过来看好了 有哪个利益会让 有哪个国家会让利益 没有啊 从小日本到 菲律宾到什么什么 他的盆算 不管台面台底 都当然是讲利益嘛 最轻裸裸的嘛 我不是跟你交朋友 但是他有价值观呢 重点 对啦 价值观里面是如何价值观 跟他的利益不相违背 当然非常重要的计算 可是英国的特点在于说 那种荣誉感 他就算再怎么吃了亏 或者说做了坏事 他表达出来的荣誉感 他好像我不仅是对这个利益负责 我还对英国的历史负责 光荣负责 第二个很沉着 你比方说现在去伦敦去什么 经过这么大的脱欧争议什么什么 好像真的太阳明天还是升起啊 就像你刚说没意说 好吧 脱就脱吧 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可能更好 with you not of you 然后这个沉着 但是英国人那种沉着 所以以后好看 以后你看现在 川普上台 一个叫发疯一样的美国总统 讲话不断说什么 不是这手指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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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他手指的 跟一个那么沉着的英国的领袖 那个屏上的对比 这次在英国听到的最多的 就是英国人都在证明说 你们不要把脱欧跟川普上台 放在那个一块讲 所有的人都在讲 脱欧什么川普上台 把它当做同一种现象来讲 我们不是这样 他说他们都认为说 脱欧不管怎么说再糟糕 我们是有具体的政治指向 大家有不同的政治诉求等等吧 说川普那就是个疯子 就支持脱欧的英国人 都会认为川普他们看不上 那个范儿他们看不上 他当下总统那一天 我正在伦敦 我就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发现把英国人都惊着了 就是所有的餐馆 就是我们吃饭 周围的每一只桌子都在说 我觉得当时英国人 对于川普当选总统 比美国人还吃惊 我当时的印象 就这个世界的范儿变了 就像你刚才说 楚变不惊 这是所谓绅士风度的一部分 对吧 遭了多大的难 那都是一个绅士的幽默范儿 你看你像美国奥巴马 他那个演说那个范儿 又代表了一种 美国的那种过去的传统的精神 但是呢 我觉得最逗的就是这个特朗普 我现在特爱看特朗普 他一上来 他是颠覆性的 他就是 我给你们北约 每次新闻照片 我觉得太逗了 弄的 我觉得弄的默克尔 他们都没辙 然后北约 最后 最后我看德国那个国防部长 近两天出来说 说他跟他的国防 不是 德国的那个外交部长 说 说特朗普说的 那不是他对北约的政策 他还没当上总统 因为什么呢 前几天 他那个国防部长马蒂斯 还说要重视我们北约呢 但是呢 特朗普什么都不管 我觉得这挺好玩 而且完全 原来他的表现呢 有时候让我想起咱们那个抗拆迁的那种 开心不会 你们不是说俄罗斯嫖娼吗 哐哐哐 弄一大堆文件 是吧 说你看 我都签给我儿子了 我这公司本来我要管 我都可以管 但是我不管 你看 你看我怎么做人呢 你看那律师 律师过来 跟大家说说 然后那个记者一提问 你这个垃圾 我们不要问你 不就你说话 我这次还听了 也不是八卦 是真的事情 让人挺担忧的事情 就是在英国 就是学界 还有就还有我认识 非常熟悉的 在英国的 美国的学者 但是是属于对中国 就特别右翼 特别强硬的 纷纷打包回华府了 特朗普在召唤 真的 然后那几个 当中有几个 我知道的 就是说 他们确实是 不太了解中国 其实 甚至没有来过 或者只来过 就一两次 然后但是他有很 他有关于中国的理论和著作 有这个态度 或者说 他们就要给特朗普做参谋 我觉得这个挺让人担忧的 他们就都看到了 这个机会都回去了 不是 就是我在香港 碰见过几个 这个就是算是富豪吧 他们跟特朗普做过生意 他们就吃饭的时候跟我讲 说这个特朗普啊 就属于香港人 讲的那种啊 就做生意特别狠啊 就是一分都不让的 那个就是 这叫什么呢 他就平地扣饼 对面拿贼 他只说是这么一人 所以说 他组了一帮CEO 建立这个内阁 你说最后会不会是一种 完全的商业政治 就是完全的商人 哎 这样又未必是一定是不好的吗 呃 我呢 一直 我本来是在 就我当然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川普 但是上台以后 我一直跟就是跟周围的人说 你们别接着拿他开玩笑了 既然已经上台 为什么不指望他做的好呢 或者像脱欧这种事情 尽管你不支持 你不说那你会你会希望他好吗 但是我现在看到就是说 呃 大家这个对立的情绪会特别特别的严重 比如说在脱欧这件事情上 我的在就在英国的朋友就说 那我听到那些支持脱欧的人说 好 如果说我们没脱城 我们会继续斗争 那既然他们不尊重我的决定 我也不会尊重他们的决定 就会继续这种对立 特朗普这个 很多人都说给商人治国一个机会吗 是 但是呢 呃 你现在看到的他 如果他周围的一群人 其实还是可以分析出来他们是什么人吗 他们很多人说他们有的是态度 而不是说有真正的理论或者是了解 你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挺让人担忧的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 那我说让人担忧的 除了说因为他招集的那些右翼啊 那些保守和说商人啊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 性格 对啊 因为你说那些人不管什么背景 君君你说可以分析出来吗 那站在什么背景 什么阶级 他有什么利益 他的世界观怎么样 大概你算得出来 然后可以来谈判来交换 那还可以控制的 性格呢 没没办法 我一直在想 普通话里面有没有 这样一个形容一个人的 广东话叫做 一踏就着 这是好像上车 一点就着 一点就着 你看 比较足以挑动这个矛盾 对 当然你看到对于种种的事情 媒体对他的报道 种种的事情 对于他处理台湾 好像他本来也知道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做 你只要给他挑衅一下 一挑衅 来了 话又讲出来之后 就不可收拾 因为世界不是你老美的 你跟其他对手 还有你的对手 然后到时候 他可以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到最后全世界都得接受这么一个疯子 就是他就是这样 有时候会不会 这个头是个疯子 但是全世界人民也都习惯了 他就胡说八道 他胡说八道完了 他的新闻发言人 他的幕僚再出来给他补 他们说 会不会形成这么一种平衡 未来有个关键 就是说川普周围的人 跟他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他们 拿他当一个工具 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另外一个 你给他设计这一套 他不按你的做怎么办 所以说他这个里面的关系 他就会很微妙 他们说包括那次接蔡英文电话 都说设计了很久 说万一他到时候 就说我不听了怎么办 你是很难讲 还有一个 刚才你说到这个 我觉得就说我们 那就比如说在中国这一边 我们其实对西方的 左翼的人会比较学者也好 就是政策制定者也好 会相对比较了解 比较熟悉 其实我们对于右翼 特别极右翼的 通常比较陌生 不太知道他们 但你现在看到 是在全球范围内 不光在美国 各个地方 右翼都是在兴起 他们之间会相互找到机会 去你说的这种调伙 那也有人说 好 现在各方面 极右翼兴起 反全球化等等 那左翼会不会有一个 反扑的 或者说反 对 但现在全球左翼的问题是 他们说再也没有 像马克思那样的理论 他从理论上能打败的 他左翼现在没有理论 没有一个领头的 因为大家已经接受了 右翼的復活方式 没有力量 因为左翼的理论 当然非常厉害 可是要理论通过 社会运动 社会实践 运动不起来